大家好,我是Andrew,欢迎收看保险之多少 今天要讲的话题是0%GST 好的,首先要恭喜大家因为马来西亚成功改朝换代 那么改朝换代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说政府将会把GST废除 可是最近的新闻就说GST将会调整到0% 那么0%的GST对你买的保险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如果你的保单是在2014年4月1号过后买的话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你们的保费都会稍微的提高 是因为政府有征收GST6% 那么这6%的GST是中在哪里? 它不是中在整个保费打个比方你买200块一个月的保单 并不代表你还212块 其实GST是征收在Cost of Insurance 那么它在Cost of Insurance征收GST呢 其实是没有到200块的 如果你买200块每一个月的保费的保单 其实你的成本可能就是比200块更低 要知道成本呢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保单拿出来 翻一翻看后面有通常都是会有一个表 或者是我们叫一个Table 那个Table呢就会说给你看 它的Cost of Insurance是多少 你每一个保障Live的是多少 Critical Illness的是多少 医药卡的是多少 Personal Accident等等的是多少 如果你只是买Live Coverage也就是人寿或者是死亡保障的话呢 你是不会中GST on那个Cost of Insurance的 但是如果你的保单里面有严重疾病保障 有医药卡或者是个人意外保险或者是其他等等的 都会征收6%的GST 那么最近政府说6月1号开始 GST就变成0% 到底你之前在GST实行过后买的保单 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很多人就问我的保费会不会跌6% 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你的保单的保费可能会受调整 这个就是坏消息了 它的调整是不会调整6% 因为那个6%是征收在成本 也就是Cost of Insurance 而不是征收在整个保费的数额 要有耐心 因为这个消息政府宣布的时候呢 离开6月1号非常的靠近 所以很多公司都正在做这调整 可是我在这边要先跟你们声明 那个从6%到0%的GST呢 其实对你的保费没有太大的影响 除非除非你买的数额是非常大 当你的数额或者是那个保额非常大的时候呢 你的Cost of Insurance就会很高 因为那个GST呢 之前是征收在Cost of Insurance 而不是整个保费的数额 那么你看了这个影片 如果你觉得可以帮到你的话 或者是可以帮到你的朋友 请你share出去 或者是在这个subscribe的button 按一个subscribe 也顺便按一下这个铃铛 so that我以后有发布新的视频 那你会收到 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